有個信息要跟大家分享 我想對你們來講 這個題目可能有點驚奇 因為我是要講約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章 我自己也都很驚訝 因為最近就把約翰福音讀了兩次 所以 約翰福音第一章是有名的詞 有誰知道嗎? 在初有道 這道與神同在 這道就是神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跟神就在一起 我不會講太久 有一次一個媽媽看到她四歲的孩子 就在畫一張圖 媽媽就問這個孩子 你在畫什麼呢? 我在畫一張圖神 這小孩就說 我在畫上帝 媽媽就說 沒有人知道神長什麼樣子 這四歲的孩子就說 等到我畫完以後 他們會知道她長什麼樣子 你要怎麼畫神呢? Jaden 你會不會畫神呢? 我們當時有沒有人可以畫出神的樣子呢? 我們要想到神 我們應該怎麼想? 甚至有很多人 甚至有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 看見神 也不可能 看見神的樣子 甚至有很多的人 他曾經見過神 可是他們無法描述 用話來講祂是什麼樣子 譬如說 以西結 像以西結 他見到意象 意象中見到神 他形容怎麼樣呢? 他形容的是 輪中套輪 又是什麼東西啊? 他形容的是 輪中套輪 又是什麼東西啊? 但是他只看到的是 整個聖殿充滿了好像煙霧一樣 Paul was caught in the third heaven But he couldn't allow to utter it 那麼 寶博曾經被提 有三成天的經驗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 他也不被允許要講出來 And John in the revelation saw the picture of God 那麼約翰呢 使徒約翰在啟示錄 他講到他見到神 And he said his face was like a sun shining in all its bright brilliance 那麼他形容的就是說 他的臉光像的多少的太陽 那簡直是太亮 How can you figure out God? 那你要怎麼樣來把神弄清楚呢? Can we do some experiment? Can we do some experiment? Can we do some experiment? I used to study chemistry So x plus y equals z And then boom! Chemical reaction Oh! That's God! 我可不可以把 x加上y 然後等於z了 然後最後做一些化學試驗 然後就 boom一下 神就出來 Or like you study biology You dissect Oh! Like you dissect a worm or something And you dissect and you analyze Oh! They consist of this and that Then Oh! That's God 或者說你來做解剖吧 好像生物學家把一個蟲子解開 然後看到這一部分 那一部分 然後說這就是神 How do you know God? 你怎麼認識神? Anybody? How do you know God? How do you know God? How? Oh! Spirit and truth Okay That's one Any other? How do you know God? Read your Bible Read your Bible Good Good answer That's a good answer How do you know God? 信 Believe Just believe in Him Okay 信有神 Believe that He accept Experience God Experience God Good Or correct 都是對的 都是對的 For example Grace If I want to know you How can I know you? 好 那我問一下 Grace 如果我很想認識你 我應該怎麼樣能夠認識你 How do I know you? 我要怎麼樣來認識你 You can follow me on Instagram 他就看我的 Instagram 他我的網站 我在 Instagram 上寫的 他問我問你 好 Good How about live with you 如果我去你家,然后看到你怎么样跟你弟弟跟你爸爸妈妈相处,我想我又可以认识更多 我就讲四样,神怎么样把他自己启示的 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神的话,神一定要愿意让我们认识,而且将他自己启示 你们想一想,上帝曾经怎么启示他自己 准备的意象,将他认识神的意象 好呢,他没认识神的意象,还有呢 祂 God revealed Himself to us 祂祂说话第一个 祂说话第一个 metro别余了,知道我们说话 對,這來解釋 見了先知,就是把信息傳給某些人,讓他們能再傳遞出來 還有呢? 透過夢,還有透過意象,還有呢? 因為時間呢,我就談幾點 第一點就是說,透過創造來認識祂 在羅馬書第一章的二十節這樣說 我認為這是一個有名的詞 我認為這是一個有名的詞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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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可以知道 而且不能推诿 是透过神的创造来显明他自己 如果只透过创造 是否就能够认识他呢 谁难得认识他呢 人太聪明了 人自己就设了另外一个假设 就是说 人是进化来的 用这样的进化来否定神的存在 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以前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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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没有信心 在神的存在 所以他们甚至有有奖学的信心 在信心我们人们是从阿弥陀佛 神因为不要神 不要相信神的存在 所以他就用那个真的是比天文数字还大的信心 来相信说 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原虫变来的 这是科学啊 那我们是从猿猴变来 猿猴又是从猴子变来 猴子最多的就变阿弥陀佛变来的 那你说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 阿弥陀佛无中生有的 然后就说 这个就是科学 就是人真的是可以发明一些东西 然后就说 没有神存在 那么第二个神怎么样启示呢 就是借着祂的作为 像挪亚时代的大水 或者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呢 神写的十个灾 或者神呢 就是让红海分开 让百姓过去 然后在西南山上颁布了十戒 那么透过神的作为 这些行为的话 人就认识祂了吗 那么就是经过十个灾以后 那个法老的心还是硬的 然后呢 甚至在西南山上颁布了 那个律法给他们 但是在山下呢 百姓就去照五项 那么经过红海以后 不久了呢 不是红海 那个就是大红亚的洪水以后 那地上的人是否就改变了没有 因为不久了 我们就看到那个 所多玛尔摩拉的故事 我们可以透过神的创造 透过神的作为来认识祂 但这种认识还是不够完全 那么有的人说 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祂 神并不是龙子亚生 祂可以说话的 神是透过祂的先知说话 然后在圣经里面就这样记载 这些话语很重要 那么单单读神的话 是不是就能认识神呢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吧 假设说你从来没见过 也没有遇到过 我的妻子 许师母 想象说你过去根本不认识我 她就来形容我 我就说 她个子不是那么高 她的头发 深褐色的 她的这个人还不错 而且相当的乐观 而且她很慷慨喜欢给别人 也很喜欢煮东西 而且喜欢请客 也常常聪明 而且她很会辅导别人 常常她的话里面会有智慧的言语 不管他们年龄是大小 他们都用这话来帮助别人 好 你没有见过我的话 那么经过我的这样的描述 你能认识她吗 你们可以吗 但 例如 如果你有些需要 你会召唤她 和她聊天 那么也许呢 也有一些需要 那你就决定打电话给她 在电话里就跟她谈很久很久 你就会认识她多一点 或者你来我家 再跟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然后你就认识她多一点 然后你就看着她怎样跟她的丈夫 跟她孩子能相处 你就更多的认识她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认识神 就是说 不单单是透过她的话 你要跟她有这样的交往的话 然后你就对她会有更多的认识 那第四点呢 神怎样向她自己启示呢 那是什么 最后一点就是透过耶稣彰显 自己显明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 这个道已经不再是个道 他变成一个人 神就用耶稣把自己彰显出来 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人亲人 仔细听 有一个农夫呢 他走到他的骨仓 那么他就看到有一只鸟被困在那里面 然后那个鸟很紧张到处飞 撞来撞去 他就一直撞到那个窗子 就要想冲窗子飞出去 但是不知道那里有玻璃 他就想要告诉那个鸟 他就把那个窗门打开以后 一直跟那个鸟说 不要往那个玻璃那边窗子没有办法过去 你要从这个门出去 但是鸟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从来之间这个农夫就有一个启示 所以他突然明白 这个神的道必须要变成肉身 然后才能跟我们沟通 我们才能够明白 他就突然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学了人的样式 来到这个地上 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我来读给你们听 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小育我们 他说圣经是这样说的 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 那么现在我们明白 约翰一夫是在讲说 太初有道 这个道是真正的意思 是什么 所以现在问你们 什么是他讲的道 就是真理 还有呢 是讲出来的话 还有呢 Logos 那这Logos的话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内在的含义 一个是表达出来的 那么他的内在的意思是指着一种逻辑性的东西 也是一种逻辑 Logos 就是Logos Psychology Logic Logic is from the word Logos 很多的字都是从Logos这个字出来的 比如说心理学 Geology 我们说考古学 Or Theology 神学 Logos or Theology Theology 就是说关于神的这个Logos 就是神学 所以这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些想法 是关乎神的 我们就称它叫做神学 或者考古学是什么呢 就是说地理学 是有一套这个系统的 关于这个土地的 这叫Geology Psychology 是一个有系统的一套 这个道理 是关乎这个人的魂的 所以一开始 一创造的 起初就有这个Logos存在 就是道的存在 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在太初就有这个逻辑 是不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套这个思想的 一套的有系统的思想存在 Anyone who says yes Anyone who says no Logos has an intrinsic meaning or express the meaning express out 那么这个字其实不只是有它内涵的意思 也要包含它有一个要把它表达出来的 外在的表达 所以真正确的解释这句话 这个Logos 这里的Logos是讲出 那个是说出来的话 the speech 是也讲出来的 the message 就是说一个信息 spoken word through his son Jesus Christ 就是透过他的儿子 耶稣所讲的话 You know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he beginning 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you know it become like very beginning there is some principle exist that is not very correct translation 这并不是很正确的一个翻译 the more correct translation is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was spoken word 太初有话 太初有话的话 这样的翻译应该更准一点 因为在这里圣经在讲的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些话语 而是神自己把他自己表达出来的 so I will make it short 好 长话短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message 就是说一开始就有一个信息 which was God expressed himself 就是说神将他自己表达出来 the final supreme final supreme disclosure of God himself 也就是神他最后怎么样帮他 将他自己表明出来 现在你明白吗 because through creation or through the old testament so you cannot fully understand God so God revealed himself through the spoken word Jesus Christ 因为大家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 神的创造啊 或者他所说的话语 所做的事情等等 这一切都还不够 所以最后必须要借着他自己 他的儿子 来把这个话说出来 that's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of John 这就是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最主要的目的 to reveal God to all us 就是将神向我们每一个人 把他彰显出来 you know when I read the book of John I was very touched 我读的时候非常受感动 Jesus kept saying about his father 因为耶稣呢 常讲来讲去 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天父 because the purpose of Jesus 因为耶税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他是要让天父 借着他将天父 向受造的人启示 表明 so the word father appear in the book of John how many times 你知道在 他讲到父亲 在约翰福音讲到 耶稣讲到天父有几次吗 109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但在那一章里面 他讲到他的天父就讲了二十八次 even after Jesus resurrected from dead he talked to his disciple he said I will return to my father and your father to my God and your God God Jesus kept saying that my father is your father and my God is your God 那么到了后来他复活以后 在约翰的最后一章 他跟门徒在一起 他还是一样的讲 他说 我要回到我的父那里去 我的父就是你的父 那他是我的神 那也是你的神 when I read that I shared my tears I really touched I was touched 我读到那里就很感动 我就哭了 因为耶稣很努力很努力的 就是要把他的父告诉你 让你认识他 这就是我的主要的重点 你们明白吗 太多了 你们一面聊天还在听 所以我的重点就是 神怎么样表明他自己呢 是透过耶稣基督 那么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谈一谈说 好 那么这样子 耶稣这样做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不要紧张 会太久的 第三节 是透过他 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 凡事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我们所有看的 其实都是借着他造的 包括你跟我 包括你跟我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说 主啊你真的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跟赞美跟荣耀 因为你创造了一切 而且是借着你创造的一切 神创造了我们 但是人很容易忘记 我们常常忘记 以为我们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我就是宇宙的中心 神存在是为了要来服侍我的 我就祷告他就来帮助我 我给他一些钱他就要来祝福我 那个不是借着敬拜神 那个叫做偶像崇拜 有些基督徒事实上拜的就是耶稣菩萨 我们就是敬拜耶稣 而且知道祂是我们的神 祂也是创造我们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对造我们的神是有责任的 祂造了我们 我们要对祂要负责的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见到祂 还要向祂交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四节 第四节 生命就在祂的里面 然后呢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然后呢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首先我们被祂所造 他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 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不会在黑暗中行走 就像那一首诗歌讲的说 你的在黑暗中你的光还是这样照亮的 我不晓得你们在信主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信主之前 你原来是在黑暗中行走 你们当中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你从小很多都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真的是在黑暗中 我那时候很努力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那时候很努力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后来学习 我回到一本书 我找到一本书的古典 我哭就在那一本书 那么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拿了学位以后回去台湾 那我就找到以前我的一本书 我打开来一看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上去了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这样写 我在那个书上这样写 我说我在寻找 人在寻找 就是要引导我的生命的这个光 引导我的生命跟我的灵魂的光 为什么我一看了 我就掉眼泪呢 因为我在基督里已经找到 我一辈子在寻找光了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样应用 所以第一他创造我们 然后而且我们对他要有负责任 第二点讲到他给我们有一个所 主灵的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呢 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光 第三点就是说 他是我们生命的中心 因为耶稣本身呢 就是神的彰性 你要认识天父的话 你要认识神 你一定要先认识基督 这就是约翰福音整本的中心 我们有唱这么一首诗歌说 耶稣你就是一切的中心 從起初到末朗 您都是中心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停地在讀四本福音書 因為耶穌是整本聖經的中心 因為耶穌可以解釋舊約 其他的使徒們 他們所寫的書信 也是在解釋耶穌所講的話 對我來講 耶穌就是我最好的榜樣 祂是我的老師 我要做祂的好學生 我是祂的門徒 我的心願就是越來越像祂 因為我們剛剛說 道會成為肉身 我也盼望在我裡面的道 能夠成為我的生命 那麼讓在我裡面所對聖經的那些知識 對我來講 不要只是一個抽象的一些理論 而是一個可以在我生命中表達出來的實實在的東西 就是透過我的言行來表達 我用這樣的生命來對待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跟每一位我所接觸的 這就是我給世界的禮物 我也是把這樣一個禮物給我周遭的人 我也是把這樣一個禮物給我周遭的人 我就是要回到耶穌 誰來到了這個地上 給了我生命 給了我光 這也是我要給耶穌的 因為祂來到這地上 給了我生命 給了我生命的光 我講這個話是很誠懇的 好 這就是我的信息 這就是我的信息 大家想留言嗎 我想說什麼 你也想說什麼 這是驚訝 OK OK I want to read you Oh somebody Translate it OK Hello 你來幫我 translate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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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 read it in Chinese You said it in English OK 這是許牧師今天給我的信 This is a letter from Pastor Fred 我以前曾經送你卡片 in the past I've given you postcards cards Cards 有兩雙個襪子掛在牆上 那卡片上是這樣寫 on the birthday cards it's written 寫說 Thank you for hanging there with me 謝謝你跟我一起掛在這裡 是跟我在一起 那個是當時不看好的自己 At that time I don't look don't think well of myself 而且我自己 feel bad 為我的妻子發的概念 And I feel bad for my wife deeply from my heart 而且竟然有這樣的卡片我找到了 And yet I found these cards 但經過這麼多年呢 And after all these years 如今活到老學到老 I've come to an old age Yet I'm learning along the way 我生命仍然繼續在成長 My life is continuing to grow 尤其 I have convergence以後 Especially after I have convergence 我非常感謝凱莉勇敢大膽的指證 I'm very thankful for Kylie Who's bravely told me about certain things Correct me about certain things 我就答應他 我不會叫他失望 And I promise him That I will not let him down By God's grace 自由神的恩典 我現在脾氣勢在改變 My temper is changing for better 我自己也體會我在成長中的喜悅 And I'm also experiencing the joy of growing up 我就把這個生命的長進作為今年給你75歲生日的禮物 And I want to use this my personal life of becoming mature as a gift to you to celebrate your 75th birthday 不是空投的支票 This is not a blank check 而是有substance的 是有質質量的 是可以表達的 And something that I can actually express with 我願於生好像耶穌道成熱身 I pray tha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will be like the word that becomes flesh 匆匆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And full with God's truth and grace 流入父獨生子的榮光 And to spread the God's only Son's glory And a very long heart-grown heart 我覺得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禮物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present I received 那我覺得這個禮物呢 也是神要給每一個人的 And I also feel that this is a present that the Lord wants to give to everyone 我寫了幾個字 我記得我七十歲的生日的時候 I remember when I turned seventy 我們那時候正好在泰國的蘇美島 We were at an island in Thailand 那時候正好是Global的領袖在那裡 回家的領袖聚集 It was also the meeting for the global leaders for Hong Kong 我還記得那一天 忠實就拿起麥克風宣布說 是我七十歲的生日 I still remember this day that Pastor Fred ticked the microphone and told everyone That today is my wife's seventieth birthday 大家都WOW Everyone was saying WOW 那麼五年當中其實變化很多 Actual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o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不但我們個人生命在成長 Not only our personal lives are growing I also witness that the Lord has set up many homes His houses around the world 神真的要全福中心成為一個天國家庭的模式 The Lord really wants our HIC to become the model for the kingdom home 我們當中我看明偉跟莉尼他們的家 還有一些家已經都在越來越像神心目中的家 And I've also seen that our 莉尼和明偉 And other members of this church Their family is becoming that model home 所以我相信我們兩個人既然是神要我們來戴這個家 我們非改變不可 So I realized that if the Lord has set the two of us to be the leader of this church We ourselves must change as well 所以我們不能落在弟兄姐妹之後 We cannot be falling behi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另外我真的要感謝的是凱莉 And then second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Kylie 因為她呢 她聽了神的聲音 Because he heard the Lord's voice And then她就決定回來 And he decided to come back 其實我以前是真的看他很辛苦地在找他的 destiny I remember in the past I really witnessed how he tried so hard to find his destiny 那我只是給他幾句話 I gave him a few words 一個就是先求神的果跟神的意義 First is that seek God's kingdom first And righteousness first 所有你所需要的 我說你離開神你就找不到你生命的意義 I told him that without the Lord If you leave the Lor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find the purpose of your life 我對他的祷告就是說 求神把敬畏耶和華的心賜給他 And my prayer to him is that May the Lord give him a heart that honors our God 而且呢 用真言三章 就是說不要靠依靠自己的聰明 And use the Proverbs chapter 3 That we would not lean on our own intelligence Yeah 而且是在每一件事情想去認定他 And that to acknowledge God in everything that he does 那麼神就必指引他的道路 Therefore the Lord will lead him and show him the way 所以不但我們個人生命在被神帶領 So now our own personal lives are being led by the Lord 然後呢 我就發現神也在帶領他的路 I also realized that God is also leading Kylie's way 我現在看到他 他現在非常開心 And I see Kylie that he is very joyful 所以呢 我們也很開心 And we're joyful with him as well 讓他來告訴你 神怎麼帶領他 下次給他機會講 We would like to give him an opportunity next time to tell us how the Lord led him OK 現在也可以講啊 No you can No you can Yeah come on No Tha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an respond now No he's about to book it Pinked 我想讓他講比較精彩 Yeah Yeah Kai Lee Kai Lee Yeah come on Ka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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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我在做我自己的衝浪板,我非常喜樂,我也花很多時間在沙灘上,為什麼會不開心呢? 非常有意義,我之前在台灣居住,然後也在各個地旅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怎麼發生的。 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間,神跟我講說是時候回家了。 那個時候我在台灣真的是非常的開心,而且不想一直在拖慢這個回去的時間。 就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之間,我之前在的那個地方就沒有什麼留戀了,就是好像有一個地方被按鈕被按到了就可以了。 幾個月一下子過去,我就把東西打包了下去,搬回來了。 回來的時候,我真的是一個旅程,因為我回來不知道要做什麼,然後就是一件事就去做。 那我相信真的是神一直在帶你,因為剛開始也在一個公司上班,大概工作了一年時間。 但是,你知,神一直在帶我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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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那就好像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在過去疫情裡面,我的工作就沒有做。 我好多自己自由的時間,我超開心。 所以就是在那個時候七月份的時候,我沒有繼續,就沒有辦法工作了。 然後就講說有這麼多的自由的時間,就去找一些事情想要做的,就開始自己做自己的衝浪板。 然後就因為這樣的一個事情,他想要做這件事情,想要做十年了,終於。 就是在這期間,我們也有我們的青少年,就是青少年的聚會,還有我們青年人的聚會。 然後真的就是神在帶你,不曉得怎麼樣的就是相信神會帶你。 好,我應該也要講一下光雲。 嗯,OK,我先放她在這一點。 我只想說,我真的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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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媽媽,她的誠張和她的誠張。 她對她想要說的話,她不懼怕,她都總敢說出來。 有很多故事可以講,我今天就講到這。 因為,神都是給我們驚喜,我們可以計劃很多東西,但是誠事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希望說,莫莉卡,祝福生日快樂,大家都知道。 祝福生日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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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生日快樂。 祝福生日快樂,祝福生日快樂,祝福生日快樂。 祝福生日快樂,祝福生日快樂。 祝福生日快樂,祝福生日快樂。 I was surprised I was surprised What's in the baby bun Wow so beautiful We're gonna s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Come on Happy birthday to you